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芒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芒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平經濟制反網報 好 今節我們就講一下 秘魯南美國家 總統可能換完又換了 因為 之前的總統 卡斯蒂略 被捕下台 南美國家爆發了史無前例的一次 抗爭 現在仍未平息 很不幸地 剛剛收到消息就是 有18名民眾 被當局 押制 之後 離世 檢察官 會查 是的 究竟 政府 政府 又沒有 亂開 政府的反 反制示威者 已經很久了 在一個很出名的地方 這個地方 Huriyaga 這個叫 Huriyaga 應該這樣讀 Huriyaga 其實 就有 很大的警民衝突 18人離世 亦都是 在當地 最 慘的一天 原住民的抗爭者 就說 Huriyaga 的 衝突 他們 用 砰砰 和 吹利煙 抗爭者 大家都很慘 現在大家就要求總統 這位女總統 博露亞爾即客辭職 不要再用 那麼可怕的手段對 這個 抗爭人士 我們說過這位女總統 是不知為何 突然之間 當然 因為他之前是副總統 後來 就變成正總統因為之前的卡斯迪略 被捕下台 秘魯的 這位總統當然 你們出來抗爭又如何?他拒絕辭職 示威者 居然 是 已經在 政府的相關部門外 責刑紮了 幾個星期 由於 抗爭人士對政府普遍不滿 所以最近幾天 其實 這位女總統 他壓力很大 因為有幾位部長 是受不住抗爭的壓力 而引咎辭職 你站不住的 總統就說 怎樣都不會辭職的 不過 這些抗爭人士為了顯示他們的決心 所以在 市中心的 廣場和政府大樓外面責刑有些人 亦都在煮食 亦都搭起了一些棚 民眾 和示威者 紛紛 就為經過 這些 有些人說自己是逃出了 政府的魔爪的人士提供食物 有些人 可能要著草了 就說要和他們 一起同生共死 為他們提供食物 亦都有人無限期罷工 有些人 從幾小時的 車程之外的農村 是趕來的 一起抗爭過東西 想不到 所以 這位女總統那麼容易嗎 其實當時美國 做了一件好不好的事 墨西哥總統罵得對 就是 整個國家 都未穩定 你怎知道 現在這位女總統 是不是有不乾淨的地方 是不是他弄得前總統 是 很冤枉地下台的 不過美國不理那麼多 立即背書這位總統 所以 當時 墨西哥總統 諾佩斯 他也是左翼的 被捕的卡斯迪略也是左翼總統 他就說 你們這麼傲慢 人家國家 都未 是 叫做 穩定下來 你就這麼快為這個新的總統背書 所以 有人說 瓜田利下 你是不是之前 幫過他 其實是不應該這樣 應該等 稍為穩定一點才去這樣做 但美國 貌似就很心急這樣做 所以 南美洲的各個兄弟很多都是 對於 這位新總統 合法性 是表示懷疑的 秘魯的緊急狀態 亦都給了警察有特權 特權就不是 被你亂扎人的 所以 現在 這位 新總統 博勞艾爾特 坐不坐得穩呢 我得也很難 不過 這個 美國駐秘魯大使 肯立 就很快去了 做得好啊 你會不會越撐越壞 是呀 不出聲可能好一點 是呀 他就說 但是 當時事情沒有那麼大 當時就說 你做得好啊 又在於整個國家穩定 結果不是 是呀 算不算是燈神 你撐的這個人好像越來越壞了 死亡之問 你撐他做壞 不出聲的人好一點 民眾很敏感 這個時間 原來你有外國勢力撐你的 我一定要反你了 沒錯因為有些秘魯的媒體也說作為前 CIA的特工 美國駐秘魯大使 有參與這場政治風波的嫌疑 你有嫌疑你還那麼早去背書的話 會不會很難看呀 所以 真的 當然是 壓錯了 我覺得 當然我不相信陰謀論的 你沒有證據就很難說他的 不過呢 美方那裏對於 警方 用一些 粗暴手段對付 他就說是黑仔 黑仔 如果同一有事情在 在中國發生是怎樣的 在中國香港發生 肯定說是演詐制裁 財政權 對呀 悶受血腥 對呀細敢說的 說回 反政府示威當局已經令到18人失敗了 已經持續一個多月 現在看到 很多媒體就說 警察是亂開白白 秘魯的勞動部長 真的頂不住壓力下台 剛剛宣佈 呼籲 政府向人民道歉提前大選 秘魯前總統卡斯迪略 其實就被 這個現在總統就說他貪污 所以受到國會彈劾 他為了阻止彈劾案表決 他們現在的政府計劃 前總統非法解散國會 有了非法 有了非法 真的很好笑 所以 這是一個 印加帝國的 為止城市 很多 這些古蹟 有9000多名的原住民 在 設置路長 坐機場亦被迫關閉 當地警察就立即開砰砰 幾名 非示威者 非示威者其中一位 是一個 醫生 他當時 是 救當地的一軌 傷患者 結果 辣帝了 是 又上為證 就說當時 其實 是救救 我當時拿著機 一名警察 就拿著啪啪指著 叫跪下 之後 就聽到啪一聲 我的腳 就中了粒連枝 開始 很辛苦 之後只可以爬 走都走不到 其實當日還有一名 這個 不過那些人都挺勇武的 有一名 警察在車內 結果 就被這個 民眾請他 氣水有多彈指 沒有了 現在 這樣你還不下台的話 你真的不知道如何收貨 現在就叫下台 提早大選 提前大選 都是一個出路來的 如果又是 選完之後又有另外一方不滿的話 真的是 沒完沒了 這些國家很危險 當然 最搞笑 的確確很多民眾就說 叫現在這位女總統 博露阿爾特 小心被 人家利用 因為他們可能是美國的騎士 利馬的抗爭民眾就說 你究竟 你是 心向人民 還是向外國人 停止 你的 可怕行為 這樣不公平 走上街頭的民眾 是憤怒 不過 本來我們也很和平 秘魯的動盪 當然12月初就開始了 也迫我媽媽回到澳洲 前總統卡斯迪略 被指控貪污 受到國會彈劾 他在彈劾 按投票前就宣佈解散國會 並且成立緊急政府 但之後國會依然通過了彈劾 卡斯迪略也被 被指控叛亂罪遭到逮捕 最佳少你說 他指控叛亂罪 在他 治下就沒有一條人命 是沒有了的 但是你說 他叛亂的那個 你就真的搞得很亂 他的副手 博魯 阿爾特就接手做政總統 亦都成為了 一個 歷史人 因為秘魯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統 卡斯迪略曾經 為何那些原住民 是那麼喜歡他呢 因為他本來是文盲 他後來就通過自己努力 做了一個鄉村的老師 以及工會領袖 所以很多基層支持他 尤其是弱勢的原住民 他在任的時候雖然 亦都有人指控他貪污 不過支持者都是力挺他的 記者就說 這個西方記者就說 他就認為秘魯全國都很憤怒 可以看到這些抗爭人士 他們不只是因為撐這個卡斯迪略 而是他們所代表的異議 身為總統他被查出嚴重貪污 但是他否認 他 當然 亦都是 很多民眾 覺得為何 都不給他一個過度政府的機會 亦都表明了因為秘魯政府 邊緣化 因為這位阿哥都是 原住民 邊緣化 以及歧視亞馬遜地區的原住民 所以 他們就覺得 卡斯迪略是他們一個圖騰 需要保護他 現在他就下台了 勞動部長亦都說 他為政府的所作所為 向人民道歉 亦都呼籲當局快點認錯提前大選 另外 秘魯最高檢察 官辦公室亦發聲明 由於安全人員明顯 執法過度 他也承認 他們 他們又說 將新總統和相關政府進行調查 所以多亂 所以美國究竟你是 究竟你是真的有幫助 陰謀論我就不敢說 你這麼快表態很難看 令到人們都覺得 為何你這麼快表態 難道你身有K 就算你沒有的話 都可能人家覺得 你好像不是多點 怎麼搞錯 因為秘魯是印加王朝 或者印加帝國的一個 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他們的旅遊業相當重要 這次 印加帝國古為止的地方 香港都是很多機場 以及旅遊觀光店 有 大型的示威 所以 都是沒有開的 損失相當慘重 唉 所以這位女 喂他開都應該 沒什麼人敢去吧 是啊 什麼汽水油的蛋漬 糟糕 當然 也有些農民就說 說他由 幾百公里那裡來 大家已經在這幾天了 有些人更加久了 他在這裏就為了向 現在總統說 要解散國會並且制定新的憲法 還有就是提前大選 他就說 國家層面的政治訴求 農村社區的農民 還要求更加多的社會正義 當然 他就覺得現在這位 因為 之前的總統是左翼來的 當然對農民是 好一點的 現在這位總統就 未知道因為他執政的時間都很短 過幾月已經搞到那麼大鑊 當你那麼大鑊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下台呢 是不是 你做不下去 如果越來越多部長辭職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 除了剛才我們說的勞動部長之外 內政部長 這個 Hohas Hohas 還有 另外一位 婦女部長 也是叫Hohas 也是辭職的 還有J字其實 西班牙話應該是讀下音的 沒有記錯吧 所以 有些翻譯 之前 這個 這個 哥倫比亞各腳 詹斯洛迪故事 其實不應該叫詹斯 哈梅斯才對 是哈梅斯才對 其實這個 大陸翻譯是準很多的 不是看到 拼寫字 英文或者跟英文一樣 就是這樣的讀音 這個也是常識來的 說回印加帝國 當然是相當偉大的地方 其實我家裡也有 少少印加帝國的東西 合法的 有一個 類似是一個小小的 小石雕 當然我媽在秘魯拿過來的 印加帝國 是前 哥倫布時代美洲最大的帝國 即哥倫布 到美洲之前最大的帝國 也是南美洲 15到16世紀 的古老帝國 所以看到他們的人 雖然很多是混了西班牙血統 但是他們 跟阿根廷 以及 烏拉圭 這些 比較 白人多些國家的人的樣子 是相當不同的 印加帝國的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 就是金日秘魯 亦是 示威的中心之一 真糟糕了 就是傅斯科 傅斯科 的 叫做 旅遊景點是關了 我們怎麼搞呢 而且一個很重要的 叫做 經濟來源 沒錯 疫情這幾年已經很慘了 疫情這幾年已經很慘了 那傅斯科 當然 大家真的值得去 印加帝國的 重心區域分佈在南美洲的 安帝斯山脈上 他的主體民族就是印加人 也是美洲三大文明印加文明的遞造者 印加人的祖先 其實就是秘魯的高原上面 秘魯也是一個高原的地方 很辛苦的 大家小心點 後來他們就遷到 富斯科 建立了富斯科王國 這個國家就是 1438年發展成為印加帝國 印加帝國的版圖很大 秘魯就是主要的地方 還有阿瓜多爾 哥倫比亞 波利維亞 智利和阿根廷 亦是一個 福源 遼闊的 美洲原住民帝國 大家有機會都去 不過對於很多人來說 應該很遠走 我都 說真的你叫我去 我都不是 二十幾個小時 我去就沒有那麼少 起碼四十八個小時 加起來 很辛苦 不是那麼容易 真心地說 我很佩服 伯母 厲害 很厲害 很頂得 很頂得很辛苦 不是開玩笑 好 這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謝謝各位 再見 再見